秋天又要到了,超级无敌炭热的北席,处,我终于要换下穿了一下天的拖鞋,开始穿球鞋了,身为一个舒适度首选的Sneakerhead协会力自然少不了Adidas的三家BustB系列,本兔就一口气买了三款, Ultra Boost,YZY Boost,350V2和M&A,不过在穿着时,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尽管同样都是BoostB,但是居然鞋型不同,穿着的脚感也不同,就北极兔个人的穿着感受而言的话,Ultra Boost,鞋如其名,确实是最适合跑步的鞋款,回弹力非常好,跑起来十分的轻松, 而且不伤膝盖,YZY Boost,350V2D,相对于另外两款来说要更加顶实一点,据说是因为它的Boost颗力最密集,所以更适合长时间的行走, 例如出去旅游,需要抱走十来公里的时候,它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就是它的鞋面非常紧,非常压角背像小编这样只注意了前后大小没注意高度,穿起来就真的是痛病快乐着了, 不过要说最合适这场行走穿着的,那肯定还是MND了,它的外形不像Ultra Boost,那么一看就是运动鞋,要街头许多, 穿上的脚感也是三者中最软的,因为Boost相对比较疏松,鞋面也不像YZY那么近时压脚背,柔软的鞋面完美的切合脚面, 属于既舒适,又好看的摆它款式,更重要的是,不会像穿YZY一样装鞋,所以今天呢, 背景兔就来跟大家好好科普,一下这款我最爱的Boost鞋, NMD,NMD的名字来源,相信很多朋友对Adidas这款鞋都,有过这样一个疑问, 这鞋款名字,怎么是个满人的话,但其实并不是的, NMD是NOMAD的缩鞋,是设计初期,Adidas给这双鞋子设置的一个设计代号, 在设计完成之后,Adidas认为NOMAD,这个代号,很符合眼前这双鞋款的气质, 故将其定为最终的产品名称,而NMD这一国内常用的问候语, 也成为它深入人心过目不忘的一季片方,NMD曾经比YZY还火爆, 说起Adidas的王牌鞋款,那肯定是YZY没跑了, 在你能想到在NMD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 曾经一度把YZY的风头盖过去了吗? NMD发布会于2015年12月10日在纽约的正式看幕, 瞬间各大明星朝王上角演技, 名人向影集中曝光时的NMD在本丝眼中迅速升温, 首发配色价格一度接近万元, 并一小时为单位的速度不断疯涨, 余恩乐、吴亦凡、刘德华、 Justin Beaver等等, 都正想想脚在Adidas界两发售的策略之下, 挤爆官网, 线下长龙排队, 并且多次因为人太多了引起警方注意, 被取消了排队, 这种盛况, 真的很不多见了, 至于为什么现在变成了铺款, 我猜应该是Adidas不想再制造出, 第二个YZY, 希望大家都能轻松买到喜欢又好看的鞋吧, NMD的如虎带, NMD的鞋形总来说还是比较百搭的, 不论是短裤还是运动裤, 工装、牛仔裤都可以踩它出街, 完美相继合, 唯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颜色上的搭配了吧, 这里也有一个搭配的小窍门, 就是除了鞋面本身的颜色, 也可以用NMD侧面, 的小方块的颜色用作呼应, 如果你也对这个舒适度, 潮流度二和一的鞋款感兴趣, 不妨也入手一双吧, 当然除了NMD以外, Abitas Originals旗下同样有BOOSTD制作的ARKYMPKW, 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是由超模肯斗代言达博, 肯斗同款, 确定不难了解一下, 绝对不能忽视的BOOSTD产品, 还有Abitas OriginalsR5923, 顺领球鞋圈的改造重塑风, 在板鞋上加接了BOOSTD, 不过这款北极图还没有试穿过, 如果你有这双, 不妨穿过以后来告诉我脚感如何哦。